1981年5月的一天 一封从美国发来的电报 送到一位老人的病床前 这位老人年轻久寻 生命垂危 可她在闭上双眼之前 还在苦苦等待一个消息 其实她的心愿很简单 就是想在最后的日子里 与三妹再见上一面 可如此平常的要求 实现起来却是千难万难 那么这封电报 能带来一丝转机吗 这位老人就是宋庆龄 她日子夜想 却始终无法见面的 正是她的三妹 宋美玲 其实早在半年前 宋庆龄就曾委托宋美玲的好友 陈湘梅女士 给宋美玲带去过一封信 希望姐妹俩生前再见一面 可是三妹宋美玲 却没有做任何回复 1981年5月17日晚上 宋庆龄突发高热 病行危急 此时一封加急电报 发往美国 告知宋美玲这一情况 希望宋美玲能够回到祖国 姐妹俩再见一面 然而几天之后 宋美玲回复的电报里 却只有冷冷的十个字 把姐姐送到纽约治病 家 甚至连她的名字 都没有数在这电报上 后来经过抢救 宋庆龄略被清醒 宋庆龄的老朋友 周涛粉的夫人沈翠珍 将宋美玲恢复的电报内容 告诉宋庆龄 听过之后 宋庆龄只能满怀无奈地说了一句 一切都太迟了 数天后 宋庆龄永远闭上了眼睛 也空留下一世的遗憾 在外人看来 宋矮龄 宋庆龄 宋美玲 曾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显要的三姐妹 宋矮龄莲姻孔祥夹天下 宋庆龄成为国母 万民景仰 宋美玲嫁给蒋介石 全是显赫 宋氏三姐妹的婚姻 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来说 拥有着不可思议的影响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三姐妹之间的恩恩怨怨 往往也与大时代的风云起伏 纠葛在一起 1927年 这是风云变幻大浪逃杀的一年 这一年 中国政局发生重大转折 也是在这一年 宋氏三姐妹公开走向决裂 1927年12月1日下午 上海最繁华的大华饭店 正在举行着一场盛大的新式婚礼 而这场婚礼的主角 正是蒋介石和宋美玲 这场世人瞩目的婚礼 被当时的上海报纸称作是 今年来中国最辉煌夺目的一场婚礼 婚礼的纪念影片 后来甚至成为了上海戏院里 吸引客人的家应片 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 在这场灌溉如云的婚礼之前 蒋介石和宋美玲还在当天上午 在宋家府邸举行了一场 严肃而郑重的基督教式婚礼 主要由宋家的亲友参加 但是不论是在哪一个婚礼现场上 有心人都会注意到 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没有到场 谁呢 她就是宋美玲的姐姐宋庆玲 当时宋庆玲远在莫斯科 她不参加三妹 美玲与蒋介石的婚礼 不是因为距离远回不去 而是宋庆玲有意为之 以此表明 她对这场婚姻的态度 反对 坚决反对 她对自己的妹妹给蒋介石结婚 她说非常不赞成 她说怎么给蒋介石这个坏蛋结婚了 她说恨死了 其实早在1922年 蒋介石就与宋美玲相识了 那是在上海孙中山的寓所 蒋介石第一次看到 风姿绰约的宋美玲 立即为之清透 随后就展开追求 她甚至还请孙中山帮她作美 而孙中山本来也想做这个月老 但是却遭到了夫人宋庆玲的强烈反对 最初宋庆玲瞧不上蒋介石 反对她与三妹美玲在一起 主要是因为宋庆玲看不惯蒋介石的生活作风 蒋介石喜欢出入风流场所 这事众所周知 而且此时蒋介石已经娶了三个姥 原配毛福梅 测试姚野诚 还有小老婆陈杰如 其中姚野诚早年还是个妓女 当时陈杰如与蒋介石结婚 还不到两年 在宋庆玲看来 这样一个妻妻成群 生活不检点的人 怎么可能给自己的妹妹带来幸福呢 因此她当时就拒绝了孙中山的提议 甚至放狠话说 我宁可看到妹妹死去 也不愿意让她嫁给一个 仅仅在上海就找了两个女人 还要谎称没有家事的男人 不过如果说那个时候 宋庆龄对蒋介石的态度 只是出于对她个人生活方面的反感 那么在孙中山去世之后 蒋介石的所作所为 就更让宋庆龄对她失望 甚至对她恨之入骨 孙中山去世之后 王精卫作为孙中山的法定继承人 成为国民政府主席 然而 手握军权的蒋介石 一直对主席之位忽视眈眈 1926年3月20日 中山剑事件爆发 蒋介石借此故意破坏国共合作和中族关系 这让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 极为尴尬被迫辞职 排挤走了汪精卫 蒋介石节节高声 升担军委会主席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 军人部长等要职 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 然而此时 蒋介石的所作所为 早已同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 三民主义背道而止 1927年4月12日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 公开背叛了孙中山 联俄联共 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18日 蒋介石不顾宋庆龄等党内人士的强烈反对 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 彻底分裂国民党 在目睹蒋介石一系列倒行逆事之后 宋庆龄坚决于蒋介石划清界线 将蒋介石视为孙中山先生的叛徒 因此对三妹美灵与蒋介石的婚事 宋庆龄是坚决反对的 其实最开始宋家不光二姐宋庆龄反对这桩婚事 母亲倪贵珍和宋家长子宋子文也都不同意 那么又是谁最终促成了蒋介石和宋美灵的婚姻呢 这个人正是宋家的大姐宋爱玲 宋爱玲是宋家三姐妹当中的大姐 孔祥希的妻子 她长袖善悟能够在幕后左右着蒋宋孔三大家族的事 1973年宋爱玲在美国病故的第二天 纽约时报曾经对她有过这样的一段形容 这是一位在金融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妇女 是世界上少有的靠自己的精明手段敛财的最有钱的妇女 是介绍宋美灵和蒋介石结婚的媒人 是宋家神话的创造者 是使宋家王朝掌权的设计者 那么宋爱玲究竟如何力排众议 撮合蒋宋联姻的呢 她和蒋介石之间又进行了一场什么样的交易呢 1926年12月 江西九江江边停靠着一艘小船 一个穿黑衣的男子大乘小山板匆匆上了船 船舱里一直亮着灯 从外面映在窗户上的人影 只能看出是一男一女 两个人正在密谈着什么 直到第二天蒙蒙亮 那个男子才悄悄走出来 乘山板回到岸上 这个男子正是蒋介石 与他密谈的女人正是宋家的大姐宋爱玲 宋爱玲与蒋介石的这次密谈 其实已经表明她在政治上的倾向 武汉的工人闹罢工 搞游行 集会 这些都不利于孔宋家族的商业利益 因此一生奉行实用主义的宋爱玲 选择背弃二妹宋庆龄的主张 反而站在了手握军权的蒋介石一边 不过精明的宋爱玲绝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他把宝压在了蒋介石身上 同时也开出了自己的架码 一个架码是要蒋介石与三妹美玲成婚 另一个架码是一旦南京政府成立 让自己的丈夫孔强西入主内阁 弟弟宋子文做财政部长 而对于宋爱玲提出的这些个要求 蒋介石一口答应 因为这些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蒋介石看重的是宋家与孙中山的殷亲关系 以及他们家族与英美各国紧密的经济利益 蒋介石一直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自居 他若能娶了宋家三妹宋美玲 那就等于成了孙中山的连金 成了一家人 蒋介石继承起孙中山的政治遗产 自然更名正言顺 另外 蒋介石的最终目的是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这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雄厚的经济实力 而宋美玲的哥哥宋子文是理财能手 杰夫孔祥熙更是有名的大财法 一下子与孔宋两家叛上关系 对蒋介石的仕途将是强大助力 于是在宋爱玲与蒋介石密谋之后 两个人开始为蒋宋联姻各自进行准备 蒋介石三下两下将家里的三个老婆逐一安置 出国的出国 躲避的躲避 离婚的离婚 终于成了光棍 而宋爱玲则以家族利益为借口 逐个地说服宋家的成员 最终除了二姐宋姓玲 其他的人纷纷倒向蒋介石一边 那么在这场婚姻里的另一个主角 宋美玲 她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婚姻的呢 1917年 11岁就留学美国的宋美玲回国了 此时 她已经出落成一个举止优雅 美丽四舍的大家闺秀 宋美玲身边挤满了追求者 但是宋美玲的婚事却一拖再拖 其实在婚姻问题上 宋美玲深受二姐宋庆明的影响 她曾说 非英雄不嫁 她不想成为上流社会的一个破太太 平平庸庸地度过一生 她期望嫁给一个叱咤风鸣的英雄 而此时 一步步走上政治权力巅峰的蒋介石 无疑成为了宋美玲的最佳人选 所谓爱之身则之妻 在宋庆明看来 三妹美玲与蒋介石的婚姻 双方都是在投机 根本没有爱情 蒋介石是为了跟宋家 跟丈夫孙中山攀上关系 宋美玲是为了想当第一夫人 其实此时宋美玲对于二姐宋庆明也充满抱怨 她不明白二姐为什么不理解自己对于婚姻的追求呢 然而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 让三姐妹的关系急速的恶化 甚至到达冰点 1927年10月第一天 宋庆明从高加索独家回来 刚到莫斯科 一下火车 就有人向她表达新婚的祝贺 宋庆明觉得莫名其妙 一问才知道 原来在纽约时报上 看待了一则假消息 说日前出国去莫斯科的宋庆明 和时任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私奔 说两个人即将在莫斯科结婚 听到这个消息 宋庆明当时就晕了过去 随后还因为带状炮枕发作病倒 不过很快大家都知道 这个消息是别有用心者的恶意重伤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 这个谣言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 竟然是宋庆明的大姐宋爱玲 那么宋爱玲的目的是什么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撮合蒋宋联姻 作为超级红娘大姐宋爱玲功不可目 同时她又是这场联姻整合的最大受益者 宋爱玲的目的 无非是想让人遗忘掉 作为孙中山遗伤的宋庆明 以此来削弱宋庆明 在国民党内部的影响 这样一来 当时国民党新的女性领袖 自然就变成了蒋夫人宋美玲了 政治上站在蒋介石一边的宋爱玲 为了强化三妹宋美玲的政治地位 不惜诽谤二妹宋庆明的声誉 牺牲与二妹之间的姐妹亲行 这件事无疑深深伤害了宋庆明 宋庆明与大姐之间 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 而三妹宋美玲 虽然没有参加谣言的传播 也反对大姐的做法 但是作为既得利益者 宋美玲没法多做解释 宋庆明对三妹也多了一份怨恨 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爆发 张学良 杨虎成 扣押蒋介石 逼蒋抗日 消息一出震惊中外 南京国民党政要们 乱成一团联谊召开 紧急会议商讨对资 然而正当这些国民党政要 各打算盘举期不定的时候 宋美玲已经开始了 他最周密 最大胆 最细致的旧夫行动 当时国民党内 何英钦为首的亲日派 以旧蒋为名 主张轰炸西安 这样做完全是不顾蒋介石的生死 要激化矛盾 扩大内战 宋美玲一方面 坚决反对何英钦出兵 另一方面 他先后派澳洲籍顾问端纳 和宋子文到西安沟通 同时 他又打电话给二姐宋庆龄 希望二姐能够帮忙 营救蒋介石 据美国著名记者 埃德加斯诺回 当年宋庆龄听说西安事变 蒋介石被扣的第一反应 是兴奋 为张学良 杨虎城将军的 爱国行动拍手称唤 然而此时 西安的形势关系了整个国家的威望 接到三妹宋美玲的变化之后 宋庆龄立即表示 只要蒋介石答应联共抗日 她会全力帮忙 之后 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及时取得联系 表明自己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同时 宋庆龄约见了中共代表潘汉年 潘汉年向宋庆龄转达了中共中央和张学良 杨虎城方面的意愿 欢迎南京方面排代表到西安 面商和平解决办法 随后 宋庆龄积极促成了宋美玲的西安之行 12月22日 宋美玲飞抵西安 我们看 在宋美玲走出苍门的那一刻 她的脸上充满悲伤又委屈 似乎马上就要哭出来 但是当她走下飞机的那一瞬间 她已经调整好情绪 脸上甚至带着微笑 之后 宋美玲代表蒋介石 与张学良 杨虎城 以及中共代表周恩来 坐到了谈判桌上 12月24日 三方达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点协议 蒋介石被释放 一行人安全地回到南京 后来 宋美玲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 她这样写道 当于心 精神 肉体 忧劳交迫之时 恐怖长鸡 于梁子 孔夫人 孙夫人 与其他弃友 居成慰藉 爱护之情 志足敏感 感慨自己在最危难之时 家人给予她最大的帮助与温暖 1940年的中国 正饱受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 三月的一个晚上 一些在香港的新闻记者 在著名的香港饭店 目睹了难以置信的一幕 宋氏三姐妹在众人 惊讶的目光中 安静 坦然地用着晚餐 他们不慌不忙 气质高雅 的确 十年了 人们从来就没有看到他们聚在一起 所有人都知道 这些年来他们因为政见不合 早已分道扬镳 这次宋氏三姐妹的重聚 令整个香港维持轰动 继而成为了整个华人世界关注的热点 其实改变他们姐妹之间 僵冷关系的原因 恰恰是应了那句歌词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三姐妹再次携手 不仅仅是姐妹关系之间的形式 也是关乎于抗战大局的形式 1940年3月30日 王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 这无疑是本就艰难的抗战形式 更加雪上加霜 但就在伪政府成立的第二天 一家客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 向着陪都重庆飞去 飞机里作者的正是宋十三姐妹 宋爱玲 宋庆玲 宋美玲 宋十三姐妹的重庆之行 安排在汪精卫临近就职典礼的日子 正是为了抵消汪伟政府的影响 由于使人皆知 宋十三姐妹不同的政治立场 他们连妹出现在重庆 极富象征意义 使人们感受到 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巩固 这给迷雾中的山城一光明 给在日记轰炸下度日的人民 以希望 这一阶段三姐妹同心协力 全力抗战 而这段日子也是宋家兄弟姐妹关系 最为和谐融洽的一段时光 宋爱玲 宋庆玲 宋美玲 他们是中国近代最显赫的姐妹化 却难得到寻常人家的姐妹亲情 南辕北辙的追求 让他们最终只能隔海相望 要知道错过了这个机会 这三姐妹便再也没有人重聚的可能 然而多年之后 三姐妹有为何再次措施团聚的机会 敬请关注 传阅经典之传奇背后 宋氏三姐妹的秦宇斯正在播出 敬请